2023年开春 长沙的年轻人迎来了一个狂欢的节日 为配合长珠坛首届阳光娱乐节 老街友好戏戏剧周 在长沙太平老街上拉开大路 这次戏剧节不仅吸引了众多高校学生 带来戏剧表演 而且不少非专业戏名也加入了这场狂欢 他们以拥有千年历史的太平老街为舞台 呈现了多场不同形式的艺文活动 以戏剧为桥梁 用全新维度成功展现了城市的艺术风貌与活力 这座城市的年轻人对戏剧充满热情 他们把生活当舞台 参与戏剧融入时代 活出了不一样的精彩 即将面临毕业的王宇萌 最近有点烦 自己毕业以后 想从事的职业遭到了家里人的坚决反对 也难怪 一个学环境工程的高材生 怎么就想着去做剧本沙运营这个工作了呢 父母就是非常果断地就拒绝了我 就说肯定是不行的 你这个想都别想 但是家人不知道的是 这种游戏给王宇萌的人生轨迹 带来的是巨大的改变 小萌曾经只要一面对陌生人 连话都不敢说 是一个妥妥的中毒社空 刚走入校门的时候 他甚至都不知道如何与同学交往 自己下课就 要不就是看书 要不就是自己在床上看电影 睡觉 就不会太主动去跟别人进行交流 但是当王宇萌第一次接触剧本沙的时候 他感觉一下子找到了 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 每一次都是不同的玩家 这样的话我其实可以进入到剧本沙这个角色中间 我可以去做另一个人 然后用剧本中的这个人物跟其他的小伙伴进行有一些交互 我觉得跟其他小伙伴的距离很容易是被拉近的 从此学习之余 剧本沙不但是王宇萌最重要的娱乐放松方式 也成为他另一种学习和成长的舞台 最疯狂的时候 其实是我刚开始玩剧本沙的时候 大概一个月玩了15次剧本沙 就差不多两天就打一个剧本沙 剧本沙是一种通过让玩家扮演剧本中的角色 围绕剧情和线索卡展开推理的互动游戏 很多人不了解的是 剧本沙这款风靡全国的游戏 它就是在长沙开始爆火的 2016年芒果TV播出的电视综艺《明星大侦探》 使这种沉浸式互动游戏走进大众视野 剧本沙在长沙走红后迅速出圈 在中国的各个城市 如雨后春俗般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 而剧本沙 长沙人均门店数量 也稳居全国第一 剧本沙主题很多 包括情感 欢乐 恐怖 硬核推理等等 可以让玩家透过文学剧本产生想象 从而进入故事与角色共情 玩剧本沙的情况下 如果我们就是那个被霸凌的人 那样那些文字的描写 就是真的像一根一根的针 扎进我们的皮肤里面的感觉 就是非常的能去感同身受 剧本沙很多就是很多方向都是走治愈 和去抒发自己的压力的这样一些方面 所以我觉得 剧本沙这个载题是非常好的 今天小萌决定体验的剧本叫《飞鱼照经霜》 故事设定是古代 玩家会根据剧情分成不同的阵营 换上了大名飞鱼服 小萌期待的一次美妙的体验 一场剧本沙要达到极致体验 离不开好剧本 好店家 好队友 好主持人 主持人就是整场剧本沙的核心人物 首先是非常欢迎诸位来到咱们的MCT 我是今天的人生引导官 诸位可以叫我克烈 克是克己的克 烈是烈火的烈 今天这个故事叫做《飞鱼照经霜》 它讲述的是明朝铜馆赵玉的锦衣卫 以及东场西场之间发生的一些故事 好咱们三位小姐姐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调选了 在玩家们选择好角色 阅读故事背景后 接着他们就要以游戏中的身份进入剧场了 叫诸位前来 是因老夫有些事情不太明白 谎诸位 谎老夫解答一二 在轮流发言和寻找线索的过程中 玩家们慢慢体会着阵营之间的对抗 拉拢和博弈 而年轻人之间的距离也在游戏中拉近 在长沙玩剧本沙十分便利 不少写字楼周边就密布着剧本沙门店 年轻人下了班直接约上同事和好友 走到隔壁就可以来上一局剧本沙 这早就成了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 动辄四五个小时的游戏时长 给玩家们提供了充分交流的机会 这种社交属性强烈吸引了 九零零零后的年轻人 因此剧本沙已经成为长沙年轻人 闲暇时间里重要的娱乐和社交方式 而她在不知不觉中 也让王雨萌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现在就是我跟我的室友 然后在学校里的朋友 然后家人朋友 其实都是越来越健谈了 越来越去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但是如何才能让父母改变观念 支持自己的职业想法呢 王雨萌发现 用剧本沙的魅力去说服他们 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 是一个情感的剧本 我就想到是 喊我妈妈 爸爸跟我一起玩这个剧本 最后我们三个人就是抱在一起哭 在那次之后 其实爸妈妈对剧本沙的 那个看法就已经完全改观了 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能缠播很多 真善美的正能量的一些东西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他们就是同意了我去尝试做 这个方面的一些工作 有了家人的支持 王雨萌现在要做的 就是更多了解市场以及行业情况 除了圆桌剧本沙 实景剧本沙 剧情密室游戏 也是他不会放过的调研目标 他一定会帮助你们的二球 这种用实物和实景 营造故事背景 由演员近距离互动的新游戏 让他和小伙伴们大有收获 跟随演员的表演和引导 小萌和朋友们寻找线索 参与助演 共同推动剧情走向结局 时代在变 交互式戏剧游戏也在发展变化 这次调研无疑给了小萌 许多新的启发 它其实是把戏剧 从影视 从电视剧搬到我们的生活 结束了这次愉快的体验之旅 王宇萌还要拉上小伙伴们 一块进行复盘研究 当然 此时一盘长沙街头 最流行的口味虾 是对自己最好的犒劳 不管白天的你是 办公室里的白领 还是课堂上的学生 或是街头奔忙的小哥 许许多多长沙的年轻人 就这样度过自己的闲暇时光 长沙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每天都上演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但是最好的戏剧 不过是人生的缩影 而人生从来没有剧本 在游戏中学习 在故事中汲取能量 这是年轻的小萌们 收获成长的方式 正如被剧本沙所吸引 有些人则被传统戏剧所感染 杨龙是一公司负责外宣的职员 今年刚刚26岁 但是他却迷上了爷爷那一辈人 才听得懂的香剧 这让周围的小伙伴们 实在无法理解 而别人不知道的是 杨龙的这个爱好 其实打小就有了苗头 杨龙的好朋友庄成 同样也是戏剧爱好者 但是他却无奈地发现 在今天的长沙 曾经风靡湖南的香剧 找到他们的踪迹 已不容易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从外地过来也好 我要招待他们也好 我也会考虑这样的文化餐 吃完饭之后 晚上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看一场香剧 等于现在说 我如果来推荐朋友们的话 我是拿不出东西来推荐的 香剧是湖南传统戏曲剧种之一 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它曾经辉煌一时 但如今这个地方传统剧种 已经很少有人传唱了 作为长沙本地的年轻人 杨龙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 红生香剧社的一个据点 经过长时间的筹划 直到今年二月 杨龙成立了一家香剧演习社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给喜欢戏剧的长沙年轻人 提供一个共同交流学习的平台 令人欣慰的是 尽管喜欢香剧的年轻人不多 但是仍然有一批坚定的拥躲 香剧的一代泰斗 一代宗师 对对对 大概四十个人 香剧的话可以说是很少很少了 我们应该说很年轻的 这么一个小团体 应该说是唯一的 对对 你可以摸摸一下这个团体了 成立香剧演习社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杨龙首先得给这帮 刚入门的小伙伴们开开眼 洗洗脑 完成知识的初步普及 这是我们小生穿的 这个叫男靴子 就相当的铠甲 我们的穆龟英 梁洪裕 都穿这个 网上穿的 龙袍 不是龙袍 就是对披 但是如何让这波门外汉 能够尽快领悟到相剧的内涵 杨龙 从私来想去 决定制定一个相剧的超级严学计划 最近听说有一个老长沙的相剧票友聚会 杨龙立刻召集了小伙伴们前去观摩 这可是三年来第一次举办的相剧票友活动 这样的相剧民间歌迷会 曾经遍布长沙的街头巷尾 如今已经是难得一见了 有很多老票友都已经不在了 然后特别是那天不容易的 还有从望城赶过来的票友 其实相续还有 真的还有一群很热衷的这么一群粉丝 听到这个消息 能够从外地赶过来 我觉得真的已经很不容易了 老票友们的平均年龄70岁 歌迷会上大家纷纷抢着唱上一段 上台的人一旦开了伞都不想下来 杨龙和这帮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顿时都听傻了言 他们唱的有些戏 现在很多专业院团都已经不唱了 比如说那天唱的《咒语所照》 专业院团现在已经基本上 不会演这种戏了 长沙是一座戏剧之城 而这里浓郁的戏剧氛围 就建立在长沙曾经雄厚的戏剧传统之上 香剧 长沙花古戏 长沙谈词 都在这里曾经风靡一时 如今喜欢这些传统剧种的人 越来越少 但是还有这杨龙这样的年轻人 扛起了传承的大旗 如果是很多演员他来唱相剧的话 他可能认为这是他的工作 我有工资 我有演出费 有这个前提 我才会每一场演出认证完成 但是他们不同就是什么 我很喜欢 我就这么简单 这是我的唯一目标 工作和学习之余 这波年轻人就一起研究唱段 琢磨戏曲道具 研习社的新社员们 跟着杨龙这位年轻的老师 走进了相聚的世界 谢谢 谢谢 辛苦大家 辛苦大家 长沙这座城市的戏剧基因源自九元 戏剧魅力如香江流淌源源不息 传统老剧种 在一群年轻人的探寻和坚守中得以传承 因为热爱 让这座城市的风貌散发这种独特的魅力 知所从来方知所去 杨龙的使命是普及传承相聚 而另一群年轻人 则是要将戏剧星火点燃 照亮这一片家园 曾颖是一集团公司的管理人员 是一个每天在写字楼里面 打卡上下班的城市白领 但是她却有着另外一个标签 超级剧 曾颖从小喜欢戏剧 在上大学时 哪里有新剧上演 哪里就能看到她的身影 都是不管怎么样 我先抢到再说 我尽量先能够去看 大家会排除万难 然后就一定要去看这个剧 抢票是一门技术活 也是进入这个群体最低的门槛 互通信息 成为这一波对戏剧 有着共同爱好的年轻人 最初的牛带 会在每年的时候 有一些早鸟票 就所谓早鸟票 它是打折打得特别低的时候 大家会互相提醒抢票 因为特别好的剧 真的就是一开售 它就没了秒没 这个时间段 我会比较有时间 我就会帮几个同学一起订了 然后或者是 就是订完之后 我们邀约一起过去看之后 我们会一起讨论 而长沙这座城市 也给喜欢戏剧的年轻人 提供了最佳的土壤 走在长沙街头 大大小小的剧院和剧场 充斥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不同风格和品类的剧目 轮番上演 其实像现在长沙 这种大大小的剧院 在长沙到处都有 这个后边就有一个三馆一厅 它里面包括有长沙音乐厅 还有图书馆 它都有一些演出 那其实再往这个中心地带走的话 还有一个湖南大剧院 那再往河西走的话 有一个梅西大剧院 那儿有很多演出 还有再往这个河西的北边走 那就还有一个华一兄弟电影小镇 那这个电影小镇 它就包含了很多戏剧元素在里面 它在每一个点 它都会有一些经典的戏剧片段的表演 在忙碌的工作生活和学业之后 戏剧给当下年轻人 一个短暂的港湾 话剧 舞剧 歌剧 音乐剧 慢慢成了长沙年轻人的主场 但是年轻时的增营很快发现 追剧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自己 对于戏剧的喜爱 和它有着同样爱好的一波年轻人 他们希望自己参与剧本创作 自己登上舞台 创作剧本 组团排练 创造沉浸式观剧体验 这是许多长沙年轻戏剧人的新玩法 长沙深厚的戏剧文化传统 和善于创新的年轻人一碰撞 立刻产生出不一样的火花 戏本创和密室逃脱 对年轻人来说是对戏剧的初体验 学习相剧 对年轻人来说是对戏剧的传承 而参与戏剧创作的年轻人 进行着戏剧与生活的二次融合与创新 曾文猜是荒岛戏剧工作室的创始人 在电台工作 戏剧社一开始的定位就是非职业化 荒岛剧场是虚拟概念 没有固定场地 现在他们排练的地方 就是一个朋友的上午不营业的咖啡馆 起到变化的就是小景这个状态 那时候就是游记 我们当时就从极星话剧做起 做了之后发现有一拨人愿意一起来玩 然后就做了剧本朗读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里面 就参加一些极星表演 或者是他们会有一些本子 然后我们一起排戏 因为当时大家大部分都是学生 或者刚毕业的 时间会比较多 那我们就会去排练一两个剧 然后去呈现出来 和十年前相比 荒岛目前也稳定了很多 红咖俱乐部就是戏迷 贡献出来的空间 年轻的戏剧爱好者们 也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乐园 荒岛戏剧汇集了一批非职业戏迷 戏迷们以导游相称 有的导龄已有十年 我们曾经才做过一个尝试 就是在一个仓库里面 找了两个相聚的演员 跟我们的话剧演员 做了一个嫁接 然后最后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包括两个相聚演员 最后也跟我们说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我们自己也可以演话剧 后来我想到说 其实这种跨界 或者这种结合性的演出 其实就是我们作为 非职业的人 可以做跨出去的一些 就是我们没有边界 我们可以把边界推得很远 如今像荒岛这样的民间业余剧团 在长沙有着上百个 他们出演自己撰写的剧本 分享自己设计的矛盾冲突 因为喜爱 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 他们源源不断地创作 为戏剧的灵感和创意 构建了雄厚的基础 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条件 让湖南的文娱产业 获益匪浅 现在长沙被称为 世界媒体艺术之都 还打造了电视相军 出版相军 动漫相军等文化品牌 周末 曾文猜组建的业余剧团 将要演出一部新剧 这是一个因重金购入一幅 看不懂的白话 令朋友之间产生分歧的故事 剧本就是小伙伴们 自己创作的 尽管是业余玩家 但这帮因为共同兴趣 走到一起的年轻人 却十分地认真和投入 排练时间所剩不多 这场周末的演出 能否成功呢 被你弄得就紧张变忧起来 周末终于来临 在长沙大跃城的秘书店里 大家在抢时间化妆和对台词 荒岛出品的独演戏剧 艺术即将登场 你走开 别撑合 好 谢谢大家 很有那种共鸣的感觉 就是觉得好像我的表演 把这本书的内容想传到的内容 传达到了别人的身上 真的很有魅力 它有无限的可能性在里面 你看男生演的就是这种感觉 女生演的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就是你有人可以跟你一起分享 一起去看这个一起精神 这种精神的交流 让我觉得哇 真的好棒 这么一个地方是让人去实现梦想的地方 是一个梦开始的地方 然后也是希望这样的一个团体 能够引领整个城市 让它的这种文化氛围会更加浓厚 戏剧是他们的人生加油站 灵魂避难所 创新研究室 对戏剧的欣赏 传承 融入和表达 形成了特殊的情感密码 解锁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戏剧是人生 生活是舞台 这座城市的年轻人 用青春和热爱记录生命轨迹 丰盛了心灵 温暖了时代 也成就了这片戏剧沃土 生生不息的不洁动力 优优独播剧场——YK